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何妨 你将这证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复兴 祝你平安 早上我们一起来敬拜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天的生命都有征战 但是今天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得胜的恩膏 阿贝 因为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 中充满彷围绕着你 好像巨人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你相信 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 只要祷告 不要惧盼 去目仰望的 神的神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身影去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共在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在前为你排路 你要赶紧 转强 平行星相解析 面对生命的困境 心中充满彷徨与恐惧 重重难关围绕着你 好像巨人在你面前 你要坚定 你相信 神的应许已为你预备 只要祷告 不要惧盼 去目仰望的 神的神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身影去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共在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在前为你排路 你要赶紧 转强 平行星相解析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身影去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同在 那战胜居然的恩膏 已经在前为你排路 你要当强装弹 平行星相解析 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 爱我们的神今天要把战胜居然的恩膏赏赐给我们 我们要有一窗信心的眼睛 信心的眼睛要能够看见 神的恩典也要与我们同在 好不好 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现在同声开口向祂来祷告 哈利路亚 祝我们要帮祢 哈利路亚 祝我们赞美祢 祝我们要帮祂战胜居然的恩膏赐给我们 祝我们要帮祂战胜居然的恩膏赐给我们 祝我们不是凭着大鸡大鸡大鸡 祝我们乃是凭着一个很少的十字 就可以来得到 哈利路亚 赞美祢 那么唱五首歌 鐘。 送五十字雅 祝我们一工赐给我们 基地和工赐给我们 祝我们行赞美祢 使我们一起唉 Türkiye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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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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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鸣大鸡nier大哑导πό 你要当强装满 平行行向前行 那战胜举人的恩高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一群 勇敢面对 一生与你同在 那战胜举人的恩高 已经在结为你一开路 你要当强装满 平行行向前行 你要当强装满 平行行向前行 你要当强装满 平行行向前行 哈利路亚 主我们赞美 主啊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主我们真是说赞美你的声音要不停歇 不停歇 主啊 主啊 因为你已经将那战胜巨人的恩高伤给我们 主我们所要的我们就是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 信心的眼睛里面来支取 主我们谢谢你 没有任何的谎言能够欺骗 没有任何的谎言能够拦阻 我们来领受你所要赐给我们的恩高 谢谢恩主我们赞美你 今天是美好的一天 在美好的早晨我们要宣告 有美好的事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谢谢恩主听孩子们祷告 奉耶稣的命 阿们 阿们 主是的 这是美好的一天 因为在这美好的一天里面 我们要看见你的得胜 主还不是我们的得胜 是你的得胜 我们是在跟随你的脚踪里面 在你的得胜里面我们有份 弟兄姊妹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主把一个应许相赐给你 就是你今天会惊艳 在你的敌人面前 他为你摆设得胜的宴席 是的有争战 有敌人 但是你要看见 信心的眼睛被打开 你会看见在争战的后面 已经有一个已经得胜的宴席 在等候着 主让我们带着信心往前去 让我们面对争战 不是惧怕的 不是可能会赢的 而是基督已经得胜了的 谢谢主 带着信心进到那个得胜的宴席里面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兼顾我们的信心 向我们的心说话 因为你的话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的信心就被兼顾了 我们的信心的根基 是你的应许 是你的话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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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谢谢主 信心的根基 不是我喊得大不大声 信心的根基是 主的话 主的应许 愿意主 今天在这个祷告的聚会里 不但垂听你的祷告 而且他有话赏赐给你 赏赐给我们 这几天我们分享到说 主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怎么样使一个 陷在地上 陷在他的软弱 愁苦当中 陷在那个愁盈产物里面的人 从地上被扶起来 能够站起来 主不但让我们看见 当我自己落到这样的光景里的时候 主也是这样爱我 得着我的 我还是说 我觉得主给我们有一个托付 当我们享受上帝这样的恩典的时候 你周围有许多的人 主把他托付给你 当他陷在软弱里的时候 主托付你 托付我 也过去拉他们一把 主要拉他们 主要用你成为那个器皿 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 服侍别人的器皿 那么我们就来学 耶稣怎么样使彼得 那个时候彼得落在一个生命 很低谷里面 一个很深的 一个挫折里面 一个很深的 我相信他在很多的控告 很多的定罪 很多的无能为力里面 主怎么样使他站起来 第一步 主看见他里面 那个生命的特质 都对他是有盼望的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然后我看到我旁边 那个陷在软弱里面的人的时候 用主的眼光来看 用我的眼光 我可能会觉得说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你会落到这样的地步里面 你自己要付很多的代价 你就是很糟糕 是 人的眼光都是这样 但是我求神给我一个神的眼光 看见他也是照着神的荣美造成的 他是照着神的形象造成的 当我真是看见 这个现在软弱失败里的人 我在他身上看见 神那个荣耀的计划的时候 我对他会有盼望 因为有盼望 才愿意付代价的去服侍他 去陪伴他 去等候神荣耀的作为 神不但看到彼得 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那个神给他的特质 神带他去看神的荣耀 如果人一直陷在自己里面 一直看自己的伤口 自己的软弱 自己的难处 环境里的悲情 人永远站不起来 但是主不是跟他讲说 伤口不重要 环境难处不多 是的 是有很多的难处 是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不要定睛在这样的世上 去看神的荣耀 主让他去看见 神荣耀的作为 主让他回想 过去这段人生当中 那三年半的时间里面 第一次 在他最强的世上 打鱼的世上 他怎么样 那天晚上 鲨鱼而归 什么也没打到 但是在那天 他经历 听耶稣的 我不能 耶稣能 然后三年半的时间 在这当中 他不断地经历 神的大能 而那一天 当他再一次 跌到谷底的时候 主再一次让他看到 在你以为 你最强的世上 其实你失败了 但是你要记得 就算你不能 耶稣仍然能 他仍然是那位 恩典的主 我也求神帮助我们 带我们去看见 神的荣耀 数算 神的恩典 然后 主满足他的需要 人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都有一个最大的需要 被爱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那个 被爱的需要 寄托在人的身上 终究会失望 没有一个人 能够真正满足 你里面最深的需要 但是谢谢主 主带他去经历的是 耶稣的爱 十字架的爱 天父的爱 但愿我们在神的爱里面 可以重新得力 再下来 主带他去面对 生命的托付 主就是告诉彼得 你没有出局 你没有出局 你仍然在 这一支得胜的军队里面 我还是要用你 而且我把重要的托付 托付给你 我们可以委身 给谁给我们那个 神给我们的 那个荣耀的托付 但是当神传递 这样的托付 给彼得的时候 主提醒彼得 我不要你是一个 在事工的那个 荣耀里面委身 我不要你是在 那个事工的 价值里面委身 我不要你是在 人的掌声里面委身 主要彼得是在 对天父的爱 对耶稣的爱 对这位独一真神的 爱里面委身 我们的主从来 不是事工导向的 虽然一件一件的工作 他完成 但是他始终在乎的是人 他向我们所要的 不只是一个好的仆人 他向我们所要的 是一个贴心的 爱天父的孩子 基督的心腹 那是他向我们所要的 天父上帝 爱我们 他要我们用爱 来回应他 接下来呢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 从来都不是 给你一个 很荣耀的 事工的方向 让你去冲啊 冲啊 然后很多人 就一股热情 脑袋冲雪的 就往前去冲 主是让彼得冷静下来 他知道彼得 是个冲动的人 听到又可以往前冲了 彼得一定很兴奋 哇 我现在可以做什么 但是他跟彼得说 来 我读给你听 他对彼得 接下来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然后接下来 主讲了一段话 那段话在讲什么 后面圣经 非常清楚地讲 那段话在讲什么 那段话在讲说 彼得你要怎么死 来荣耀神 你知道吗 当彼得一股热情 说我要冲的时候 主好像教他一个冷水 说等一下 先等一下坐下来 你要想清楚 你要完成这个托付 是要付代价的 而这个代价 是一个生命的代价 你知道吗 主从来都不用 一个红萝卜吊着人 在一个幻象里面 往前冲 好像觉得 跟随主 是从此以后 就一路得胜 一路过关斩将 他告诉彼得说 是的 这是我托付给你的 但是为了完成这个托付 你是要付代价的 主从来没有欺骗彼得 他告诉彼得说 你愿不愿意 为爱我的缘故 付代价的 谢谢主 我也求主 今天对我们说 坐下来 祷告清楚 回应神 这个爱的回应 是一个愿意为主 付代价的 这就是耶稣说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是要付代价的 而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接下来 主耶稣提醒彼得 面对他生命里面 一个极大的破口 当主耶稣说完这段话说 他所讲这些话的意思 是要让彼得去面对 他怎么样付上生命的代价 来荣耀神 彼得这小子 他转过来就问耶稣说 那他呢 那他呢 他指的就是约翰 这两个人在耶稣面前 就是余量情结 彼得跟约翰 一路就有余量情结 那个在门徒当中 争论谁为大的 我相信真的最厉害的 就是他们两个 因为很明显 因为耶稣特别喜欢他们两个 做什么都带着他们 彼得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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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两个到底谁是头呢 所以当彼得说 我后来的决定 是那样子死 那这个人呢 那他怎么样呢 这是彼得生命里面 一个很大的破口 他活在比较里面 他活在竞争里面 那是彼得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 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非常强烈的 这个时候的耶稣 不再是那个 来来来给我抱一抱 没有事 我不 耶稣非常强烈的回答 他说 如果我要这个人 我要这个人 等到我来的时候 换句话说 这个人跟你不一样 他跟你路不一样 你是要怎么死 来荣耀神 至于这个人 主非常强烈的 跟他说 与你何干 这句话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是什么 就是关你什么事 耶稣跟他说 关你什么事 然后后面说 你来跟从我吧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 就是你管好你自己吧 主耶稣用这么强烈的话 对彼得 为什么 因为主告诉彼得 你来跟从我要付代价 而最大的代价是什么 对付老我 最大的代价 还不是后来 他有没有钉十字架 最大的代价 是一路走来 对付老我 对付我里面的血气 对付我里面那个 喜欢跟别人 争强好胜的心 对付我里面那个 想要做老大的心 对付我里面的 那个比较的心 耶稣直指彼得 生命里面最大的破口 你知道吗 跟随主 我好愿意 但是主说 冷静一点 想清楚 要付代价的 还不只是 怎么死的代价 是怎么活 每一天 在怎么活的世上 钉死老我 钉死血气 钉死肉体 钉死我那个 喜欢跟别人比较 喜欢争强好胜 喜欢争作老大的 那个我 因为主今天也对我们说话 愿意跟从主 彼得有彼得的软弱 扣扫恩有扣扫恩的软弱 容许我恭恭敬敬地说 你也有你的软弱 彼得软弱未必是我的 我的软弱未必是你的 但是在这条 跟随主的路上 我也求主 直指我生命里面 最大的破口 让我一生去对付 怎么死 很壮烈 怎么活 才是每一天 要钉死的老我 求主恩待我们 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 再有一点的时间 来安静祷告 我求主今天也对我们的心来说话 是的 你愿不愿意 你这一生完成主 给你的托付 以至于好像昨天和你分享的 走到生命终战的时候 我们可以自己对自己负责任地说 主你要我跑的我跑了 你要我打的我打了 你要我守的我守了 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 我自己知道 主啊 我是跟你交账 但是这条跟随主 完成神给你托付的 这条道路上 第一件事情 主也提醒我们 你愿不愿意 用生命来跟随主呢 付代价的 用生命来跟随主呢 主啊 你从来不把一把刀架在我们脖子上 逼我们跟随你 你是用爱来吸引我们 因为今天在这个祷告的聚会里 你用爱吸引我 吸引我们在这个现场的每一位 吸引在电视前 在网路前面 每一个你带他来看 这一集电视祷告会的每一个人 主啊 我求你神 吸引我们 回应你说 我愿意 我愿意付代价 付上生命的代价 得着那个最大的价值 来跟随你 德嘉玲我们来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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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世上唯有你最知道我 主啊 有的时候你要我去与弟兄和好 主啊 有的时候你胜而至于 你要我放下手上的服饰 主啊 有的时候我们说死算什么 死啊 你的毒钩在哪里 但是我们自己却知道 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事情是 我们看得比死还重要 我们却不愿意放手 主啊 今天早晨我们仰望 主啊 我们刺刺罗罗的把自己在你面前摊开 主啊 我们真是说 主啊 我们知道 生命的这条道路是要被代价的 主啊 圣灵我向你求 今天早晨 对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说话 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一个点 无论是什么 帮助我们 放下 放下 是的主 谢谢主 是的主 我们向你求 当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候 向我的心说话 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 光照我 此刻 你要我 为跟随你付的代价是什么 是的 也许是放下我的面子 也许是放下我里面的骄傲 放下我的一个多年来的梦想 放下我的那个 对我自己人生每一步路的决定权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承认 每一次要放下都好难 但是主啊 我求你给我们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 就是看见价值 看见跟随你的价值 看见那个荣耀冠冕的价值 看见进到你那个完整永恒计划里面的价值 那我们看见价值就甘愿放下这些 主我们不是要放下这些 而是为了看到那个价值 求主神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跟随你的价值 我要请姊妹临我们来祷告 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除非圣灵光照我们 没有人能够看见那个价值 除非看见价值 没有人愿意付那个那么大的代价 来跟随主 主要求你今天恩待我们 让我们看见价值 主啊 求你今天早晨 你来开我们的眼睛 主啊 让我们看见 跟随你确实是要付上代价的 面对老我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主啊 但是 主当我们把自己 完全摆在你手中的时候 主啊 当我们尽一切的努力 奔跑天路到终点的时候 主啊我们可以得着你的称赞 主啊我们可以得着你的赏赐 主啊我们可以得到你一生 孩子你辛苦了 主啊这是何等的美好 主啊这是超过一切的荣耀 主啊求你把那个保罗的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让我们看见你给我们的托付是何等的有价值 以至于我们可以是看世界的一切如粪土一样 主啊今天早晨求你来调转我们的眼目 主啊求你重新来改变我们里头的价值观 主啊让我们的心里面 主啊那个衡量事物的价值不再跟随这个世界 而是跟随你的心 主啊让我们看见奔跑的天路 按着你的心意而活 活出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宝贵 是世上一切的金钱 一切的关系没有办法取代的 主啊今天早晨求你来亲自来呼召我们 你来感动我们 主啊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意为着你的意向 为着你对我们的呼召 将自己全然的摆上 谢谢主 主啊是的主 求你帮助我们在那个价值里面 愿意委身 愿意付代价 我也求你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恩典 就是我们可以看见 主啊生命里面那个付的最大的代价 还不是怎么死 而是怎么活 是每一天钉死牢我 去对付我生命里面那个最大的破口 主啊我求你光照我们看见 自己生命里面那个最大的破口 认真的每一天去对付这个破口 以至于主耶稣 我的生命没有破口 在你手中就成为何用的器皿 而请预平礼我们来祷告 我们在神面跟主祷告 说主啊让我看见我的破口 让我愿意靠着神的大能 去对付这个破口 成为你手中何用的器皿 是的主 我知道你看中生命 胜于献祭 主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过于 看中我们所服事 我们所摆上我们的工作 但主我们都忽略了 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恳求主 你来帮助我们 省察我们里面的动机 主啊主啊帮助我们再一次 今天早晨被主 你的话语来充满 主啊以至于我们里面 有这样子的智慧 主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 叫我们看见我们生命最大的破口 是什么 主啊主 我们有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 说主我愿意献上生命给你 但主在我们的当中 在我们的里面 其实是有惧怕的 不仅仅是怕 那个生命的结束 我们真正惧怕的是 主我们活着 我们没有办法 照着神你的心意去活 主在今天早晨 主我在祷告里面 要向你来说 主啊我愿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真实的掌权 主啊我愿意放下 我手里紧紧抓着的一切 我愿意要为着那最值得的 付上自己的老我 要对付我自己的老我 这样子的代价 只愿得着你 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 弟兄姊妹 我们的祷告会要结束在这里 但是我感觉 你和神中间的祷告 还没有结束 你继续花时间 安静在神的面前 奉主的名祝福你 当你结束这个祷告的时候 你要得着那个 征战得胜的恩膏 以至于你真知道 我这一生在上帝眼中 是有价值的 这是我们同心的祷告 奉主的名求 阿们 阿们 大战神聚人的恩膏 已经从天上降下来 要抓住神一须 勇敢面对 因神与你同在 大战神聚人的恩膏 已经在结束 为你开录 已经在结束为你开录